倒地状态一直在找人 然后呢JDE这边配合上自己的队友 赶紧来找思婷的位置 思婷这边也解决了 现在人数优势来到了JDE这一侧 北战在马路对面 一波要是哇 这导师简直是来战场叫绝啊 这淘汰王就这么被淘汰掉了 他这两波大 也再不会反身出来 而且毕竟他们是已经进到了主导队上 被没有说是有必要 说是从圈里边出来 反清别人的这个意思 是 左边传来了体坛和微博gaming的大战 那这样的话JDE可以坐受渔翁之力了 没错 而且呢其实在体坛和微博的近点 还有RW的居民 是的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RW吃鸡 就是凭借居民 非常厉害的个人操作完成的 AG现在 别看人数上面对K1是绝对优势啊 但K1只要不露头 一会儿蓝圈过来了 AG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 再看这边LGB 可能是大树底下好 我平常找一个龙鸡肝脚下的点位了 但是走了一半发现啊 华晓天这个载具实在是开不得了 不过还好啊 近点是有一个石头做掩铁 现在就要看山上JTEAM核 没有核了 是的 找这个位置确实没办法 老干爹这边是不是可以提前去往山上行驶呢 其实刚刚JTEAM跟TT打的那一架 我觉得算是老干爹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 这个华晓天落地起了两颗烟啊 可以能够帮他续一会儿 如果队友能够开车过来的话 还是有机会救的 但就怕 就怕的话这个载具没有耐久度了 刚刚已经听到载具燃烧的声音 对 AG这边一路平推 这还真是只倒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拿下了这座桥的控制权 没错来到桥南 圈形暂次刷新 给了一个东切 这个圈形呢 对于AG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圈形 他可以往东部的海岸边去打 北斋的本场比赛拿到了四个淘汰 小文这儿其实不太好救了感觉 晚风这边呢 是一个人在控制BTR这个方向 现在场上局势很有机会吃鸡的队伍呢 感觉上并不会集中在北侧 因为北侧呢 马上要被圈排走了 除非决出一个绝对的满编队 但是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之下 想要决出满编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困难啊 大家都想决满编队 问题是TC现在也不在圈了 是啊 他很有可能参与到北部的乱战之中 但TC有一大优势 就是他的载具呢能够在甲车库里边 进行一个良好的保存 没错 所以他可以挽动 AG这边往前走 他超过了Passion的这个位置 经典的SMG国冠点位 这个位置已经过不去了 还是个安全位啊 是的 那个点位已经被Gmy给占下来了 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Passion这边他没吃到蓝圈伤害 如果这边是蓝圈的话 AG这个位置是可以待的 只剩下33亿人 不急啊 可以慢慢操作 先找队友要淹 Passion这边 直接大胆往前铲 拉了一圈 没有发现人 继续撞 看到了小文 下车先普顿一分 再往前走 哇 最后啊 连续的6分之下才终结了33 双方其实都有点小马 顾马 顾马一波 但是能够理解 因为在岸边的RSG和VS的小帅 枪线上面其实都给过这边压力 是的 而TC呢 看到AG已经被全员淘汰 包括Passion已经是潜艇到了AG覆灭点位 背后无忧的情况之下 TC可以展开阵型了 哦呦 WZ这边一颗手雷 配合上自己的枪线 放到了VS的小帅 往前扑烟 操作是一气核绳 但其实身上道具没有那么多了 很细节啊 每一个掩体 或者是软性掩体 后面呢都丢道具排一排 排一下 往前走 提前枪 富有的WZ 哎呀 哎呦 他是真有点太稳健了 你发现没 他不会露大身位过去用子弹补人 对 然后直接一个低抛 铝热弹把分收下 最稳的一个方法 哦呀 小陈拉到了侧翼的位置 但现在WZ应该是无计可施了 这个枪线有点太密集了 他总是会露出一边的身位给PC的选手 其实可以往回走的WZ 你刚刚补人的时候 那边都没有打你 踏下 这个时候玄武打法就好用了 我一直在想 这JDE山上占了一个壮 这个壮一个人守了 这个龙几山得有两个圈了吧 对 JTeam依旧是没拿下 而且脚下呢 还有LGD的两人 还有BTR的独狼 所以现在JTeam更没有精力 去看壮那个位置了 苏南那边是已经 牢牢地站住脚了 只要BTR的独狼和LGD的两人 在JTeam的脚下 那JTeam就大概率 不会往前面这个方向看 我在想 JTeam山下的三个人 再聚什么情况呀 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可以支援的 体坛呢 是率先进行了扎点 也是扎SMG夺冠点 正面战场这边呢 TC是已经吃到了回切圈 而且他完全不着急 甚至是说呢 体坛这边的一波扎点 会给到TC抽把的机会 是的 扎过来的点啊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反击之力 你看这JTeam一波火力压制 再加上 其实在这其中还夹杂着 苏南的子弹 LGD呢 城市上来之后 JTeam不会守了一局的龙几山 被LGD的残边给覆灭了吧 真有可能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JTeam是完全不知道 老干爹在自己脚下 JDE三个人 两辆载具 已经眼杀到挣钱了 要掏家了 感觉JTeam已经站不住了 JDE这边 是一定要掏到LGD的两人身后的 他不能够往中间去走 记得这边放到猫猫鱼 那这样一看的话 其实JDE这场比赛 我觉得下山是个问题啊 山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先打赢 JTeam再考虑下山的问题吧 别看JTeam的老家被偷了 但依然保持了三人编制啊 那就要看撞 能不能够在前点接收信息 给到队友帮助了 凌莎这边一颗手雷 带走了YDD 而苏南这边呢 放到了RGG 现在JTeam的防守攻势 变得有一些难受了 因为他又要打LGD 又要打JDE 是的 凌莎刚才应该是想被闪啊 但无奈对方人 已经是眼杀到阵前了 目前来看的话 JDE依然是冰墙马壮 而在决赛圈内 有机会跟他竞争吃鸡的是 西北方向 从假车库出来的TC 而TC这场比赛呢 依然是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打法 他明明知道 山上已经打起来了 但他没有着急去扩大 自己在圈边控圈 控枪线的一个优势 对 赛制就是这样的 能够吃鸡啊 记得这边也是被淘汰掉 现在场上的形式呢 变成了 JDE是满边 对 然后呢 第二大编制的就是TC TC这边也浮起来了 那就是四人编制 两个四人编制 加两个独狼 这九只编制 这三局是玩爽啊 三个独狼 RW的宇墨 VS的Z9 还有体谈的Suki 于同时我们要看看 阶段七是如何刷新的 吃鸡赛制 我们看到阶段六 就剩五只队伍了 而且有三只都是独狼 可见大家打得 还是非常奔放的 对 尤其是对于独狼来说 大家都是有梦想的 Suki这个位置 应该是被投定了 所以这边一个人扛一队啊 有没有人能帮一下呢 谁帮啊 你独狼了 哎呀 宇墨这边在高点的位置 也是站不起头来 他一站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被JDE这边抽到 是 看看圈星是如何刷新的 如果真把TC这边的小反波 全部双线呢 现在又要重新部署 在这期间 JDE已经占据了圈内 能够占据的一些掩体 但是 B端也在这里 你拉得够开 有可能暴露出来的身位呢 也会越多 对 比亚能塞这边是被对方 给击倒过后 现在JDE的阵型啊 并没有着急去往 自己队友那边靠楼 是的啊 这个其实就是纪律性的问题 没错 一般来讲的话 你挂在后面 你定是要找一个 一击必杀的机会 雷仔这边呢 也是完整的 掩饰住了自己的身形 嗯 他现在在监控的这一侧呢 就是后点架枪的苏南那边 而且从 雷仔和斯婷的视角上来看呢 他们基本上已经把 苏南的位置给锁了 对 JDE的位置 基本上被TC给点出来了 嗯 感觉苏南那边啊 不太好露头 扁能C最终也是被 奥运小城给淘汰掉 这场比赛呢 TC已经来到了十个淘汰 但问题在于呢 阶段八也会决定命运的归属啊 TC现在虽然枪线呢 重新部署的非常完美 人也浮起来了 但是都在圈边 相对来讲的话 JDE重将呢 更加靠近圈内的中心点位 接下来啊 导师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 给到TC重创 也有可能的率先倒地 导致JDE整个团队的负面 没错 他这个前点位非常的关键 好 TC三人是准备开始发力了 雷仔这个点好像是走不了了 嗯 那这样的话 他能够起到的作用 已经是微乎其微 趁着正面队友在启动的情况下 雷仔是终于突破了桎梏 开始向前push 找到了一个掩体 斯平拉到高点的位置之后呢 是被JDE这边给锁定到了 先打近点呢 先拉过来 一分要射 放到一个 然后昏对方的烟 趴下 换一个包子弹 再往高点去锁定 再想输出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现在其实对于JDE来 小权这边很细节啊 对 导致状态一直在找人 然后呢JDE这边配合上自己的队友 赶紧来找斯平的位置 斯平这边也解决了 现在人数优势来到了JDE这一次 北战在马路对面 一波要是 哇 这导师简直是来战场交绝啊 这淘汰王就这么被淘汰掉了 他这两波大 实在是有如神柱啊 他太硬了 你知道吗 他在对方三个人当中 杀了个七进七出 他就像子龙一般啊 就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游龙了 那这样的话 只剩雷仔一人 而JDE还是保持了极高的战术素养 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说利用人数优势去堆他 而是还在拉枪线 还在找人 最关键的是呢 其实雷仔的身上 M4已经没有被弹了 33发的子弹 在高点的位置 还在迂回 独狼雷仔 如果他能够极限拉枪 2秒2个的话 他下一个任务是找子弹 雷仔这边最终是被导师铲车给带走了 没错 好啊 谢谢 感谢观看